看看新闻网 我中间还休息了一天 实际上拍摄的时间是19天 拍一部电影才花19天 建兵大叔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不一般 话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毕业的陈建兵 其迈入影视圈的星图还是颇为坎坷的 按照他的说法 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也是真实的存在着的 研究生毕业28岁了 但是当时还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谈不到你说的那个还当演员出名 谈不到 就是说您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当时还做不到 好在1997年因机缘巧合地结识了生命中的贵人 这才让他真正进入演艺圈 七年的时候我在操场上正在走着 对面过来一个人 他说你干嘛呢 我说我没干嘛 在上演就生 他说咱们一块拍花剧吧 我说好吧 这个人就是孟京辉 之后陈建兵凭借乔家大院 后宫甄嬛传等多部电视剧奠定了自己的实力派地位 此次更掩而优则倒 这一切转变对于现年45岁的陈建兵而言 怕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雨雷新天地 这一组合报道